大家好,我是美股实战 又到我们最新的一期美股实战周报时间 那这一期的主题是市场注定要回调 日期是从8月7号星期一到8月11号周五 那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学院公众号的话 欢迎关注一下我们学院公众号 以及这个扫码加入我们的交流群 一起实战交流美股期权期货 那更多详细的信息可以上我们官网去访问 那简单的一个免责声明 如果您选择继续收听参加的话 等同于同意上诉的一些条款 那我们美股实战学院做了一系列的公开教育项目 那这个之前的视频 大家都可以上官网 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公众平台可以去获取 那有很多的信息 希望也是能够对广大的美股投资人 或者是交易者有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另外美股实战学院的一个简介 大家更多详细的信息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加入到我们的示范群里来 加入到我们的培训 以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交流群里面 一起来交流 那我们以往做了很多的这个盘后系列培训 那最新的一期 这是我们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最新的一期是第59期 那是关于黑马骨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是由令狐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的 那我们8月份呢 也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关于黑马骨的系列培训内容 总共是4期贯穿整个8月 那这一周呢 我们做了8月3号做了一个庄家恶意操盘的 这样的一个手法 以及我们在8月10号做一个先人指路的黑马形态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主题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这个是公开课 公开课的这样的一个加入方式 大家可以进入到加油群 或者说在我们公众平台去关注 那这些视频呢 我们都会全部的上传到我们的公开平台 视频平台上面 也会在我们的这一个公众号上面 以及我们的网站上面也有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网站 我们学院的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大家点进来去到博客这里 点进来这里有公开系列 黑马股的这个公开系列培训一 以及在我们的视频教程里面 有更多这样的这些公开课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去获取 另外呢我们黑马群也是同时在做这样的一个8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月 那是原价1468的这样的一个年学员现在减了300块钱 只需要1168 截止到本月的这一个月末都是有效的 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简介 关于黑马群对黑马股比较感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抓紧 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时机跟这个时间 好吗 好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这周周报的这个主题 去图分享看图说话 好 那美元美元dollar就是万恶之首啊 也是这个交易的这个交易之母啊 任何交易的这个源泉 我们看到万恶的美元在川普当选之后啊 来到一个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位置 然后一直的向下 现在已经跌穿了这一个下降这个区间啊 来到了一个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区间 已经在92到94之间 那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92跟94之间 其实停留的时候是非常的短暂的啊 特别是在15年突破了这一个区间之后 每次回踩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 可以说是一周或是两周不到 基本上就会被弹回去啊 我们看到美元现在已经是连续两周 在这一个92跟94之间了 那上一周是收了一个比较 看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那看看下一周是否会开启这样的一个美元的一个 暴力性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我们看到上周五 这个非农数据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那非农数据不错 可能会对基本面上来说啊 对美元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 支撑位的这样一个反弹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如果说基本面跟技术面相互吻合的话啊 那我觉得美元反弹应该是势在必行的 那美元反弹的话会对国债有很大的这样的影响啊 那我们来说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向上啊 还有动力向上啊 另外我们看看 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图形来看的话 呃 从估值上角度来说 标普五板这样的估值已经是来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位置了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前瞻的这样的一个PE Ratio 那在08年以及200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的PE Ratio也是来到了接近20 这Forward PE Unling Ratio也是来到接近20左右的这样的位置 然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 较大幅度这样的回调 所以从估值上来说 现在我们的确是有一点点在冲击的这个上年的这样的一个顶端啊 但是如果说这个增长不能跟上去的话啊 就是我们这个SB400 这个Earning Growth 还有这个Revenue Growth 马上这个财报季也是大半已过啊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财报数字出来之后 Earning Growth跟这个Revenue Growth 不能说达到预期或是高于预期的话 那我们看到市场从估值上角度来说 已经是接近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 已经接近历史上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 那说不定市场可能要注定啊 在未来的几周或几个月内会有一个较大的这样的 因为基本面原因而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看AAII 美国的投资者协会的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显示美国这个投资者啊 这个现金指数现在是来到一个较历史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手中持有现金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也就说明可能市场上涨的这个动力啊 就是我们这个Buying Power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少 没有这个弹药然后在取向上去这个驻扎啊 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啊 啊警示的一个啊一个一个情况 没有我们再看看从基金经理的这个角度来说 美龄发布的这一个全球基金经理啊 这一个持仓情况 我们看到也是接近到一个极度看涨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在08年的时候 08年之前以及在2000年的时候 这边可能没显示出来啊 都是来到一个叫极端看涨的时候 极端看涨的时候通常来说 对中期而言对短期来说 都不是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说明该上车的人都已经上车了 该买的人都已经买了 如果说没有再继续助长因素 跟助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在被我推动的话 啊那市场可能注定也是还会要回调的 那我们看到纳斯达克的信心指数啊 在前三周啊前前三到四周 呃来到一个非常低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做反弹的位置 那我们看到也是啊 这个随着科技股的这个大科技股的财报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不少科技股慢慢都起来了 特别是苹果啊Facebook Netflix啊 除了这个谷歌跟这个Amazon 稍微偏弱一些啊 我们看到像英伟达这周将发布财报的很多科技股 龙头股权正股啊 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信心也是来到了这样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上一次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啊 2500的时候这个指数啊 这个回调的 开启一个大幅回调 这个是6月9号 那之前我们也是来到接近2000这个位置啊 1750到2000这个位置 也是这个信心指数达到一个极端的情况 然后出现回调 那这边我们要小心 科技股的信心是否有点过热了啊 另外从短期较短期的这个图来看资金流 那我们美股实战学员一直推崇的就是资金流这个分析方法 那占用了我们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平时的交易策略 跟分析方法啊 50%或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我们都是基于或者说这个Tray Idea 都是来源于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看到资金流 现在是在这个市场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标股500啊 然后这一个资金流却是不断的向下 这个资金流却是不断的向下 但是这里图有好有坏啊 资金流不断向下 但是也是来到了这一个之前突破的这样的支撑的位置 现在开始转头向上了啊 转头向上 那如果转头向上 如果能突破这条线的话 那说不定市场短期还能再往上走一走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边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背离的情况啊 市场内部其实是有一点点在恶化 有一点点在恶化 但是顶背离通常来说是非常难以去判断啊 准确判断什么时候发生顶部的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我们需要注意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 从期权的数据角度来说啊 Plan Call Ratio的10天均线 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通常来到这个位置是我们看到标普500 都会有这样的回调开启啊 都会有这样回调开启 但不是说马上就会回调 可能会过几周过于两个月啊 甚至说可能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可能会开启啊 所以这边我们也是要注意市场是否注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回调 会发生 那是否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啊 那我相信可能不会到几个月啊 可能这个未来的一两个月估计可能就差不多了啊 估计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那这边我们看一看标普500 我们可以看看标普500 那标普500的这一张K线图啊 我们这边简单的来看一下啊 简单的看一下 从Alier Wave 从波浪理论的这一个角度来说 那现在我们是在 这一个四浪回调结束啊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大三浪当中的五浪啊 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A B C D E结束完这边的回调之后 现在是一二三 然后现在也是结束了这一个大 这个这个小五浪当中的啊 minor 4啊 四浪回调 然后可能现在会再一次上冲到啊 这一个最后一次上冲啊 说不定就是最后一次上冲 上冲到这个2500这个区间啊 2500上下的一个区间 那可能我猜测从时间上来 从Fibonacci这个时间上来判断的话 有可能会在8月11号到14号啊 这几天也就是本周五或者是下周一了啊 也就是本周五或是下周一了 那我觉得最早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触碰到一个天花板 然后撞到头啊 然后摔下来啊 那我觉得啊 这是比较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剧本 那我们具体还要再看 是否这样的一个猜测啊 这样的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否会啊 得以实现啊 得以实现 那我觉得可能会在这周五 或者说是啊 就接下来这周五 以及这个接下来的下下周一 可能市场会在2500左右啊 2500左右标普500可能会触顶啊 可能会触顶啊 然后开启这样的一个夏天 我们久违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啊 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猜测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啊 一定概率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市场的信心指数 RTI市场信心指数 那上一周周一啊 依然还是啊 这个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那原来是一个啊 原来是一个建仓啊 原来是一个建仓 那被打回到了这个持仓啊 被打回到这个持仓 那我们看到也是啊 持有多仓现金 跟这个一些对冲仓位 然后尽量是收拢现金啊 sell long to raise cash 那需要市场方向可能是盘整 那我们看到上周 基本上各大股指相互抵消啊 没有说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动静啊 基本上是所谓是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基本上是所谓是盘整的这样的情况啊 那我们看看下一周 市场会是如何这样的一个信心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那我们先看一看一些重要的一些 这个指数啊 重要的一些教育品种 那我们看看标普吧 资金流非常漂亮 纳斯达克 还有这一个IWN 中小盘 还有道指啊 都是非常漂亮的资金流 看到没有 非常漂亮的资金流 随着新高不断的这个出现 即使说中小盘这个是没有新高啊 在这一个上周是基本上一直向下的 但是也来到这一个支撑这个地方 50年均线以及一个趋势线 都是看到背后资金流 依然还是非常的坚挺 所以说这边股指感觉还是比较难以下跌的 还是难以下跌的 黄金上周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入 但是并没有说能够继续维持 但是还是在50年均线跟20年均线以上 原油资金流出现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spike up 那也是能够维持在一个高位啊 现在是在一个高位骑行的这样的一个盘整 那之前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说了 原油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守住的话 期待会出现更高的高点 我们也看到出现了更高的高点 那现在是否在这个位置守住能够出现在高位的高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依然还是有的 也还是有的 那原油价钱上来说 现在还是在50块钱左右徘徊 如果说一直能够站在49块的话 我相信50到52这样的一个 较上延的这样的目标 应该还是比较可行的 还是比较可行的 那么天然气终于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了 价钱在往下走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资金流却是不断的向上了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碗圆弧 那这边很有可能是一个 falling wedge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可能是一个看涨的这样的一个 潜在反转的这个falling wedge 那前提是要突破这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线 那可能天然气未来可能也是会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美元这周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日图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反转 直接跳高高开 这个站在这个平台之上 站在这个原来这个几个蜡烛的平台之上 费用资金流也是开始有稳步的这一个回暖的镜像 那国债 那么说了如果美元反弹的话 那国债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黄金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黄金跟国债基本上我们看到是基本上同步的 美元涨对国债是有这个国债价钱是有利空的 那对黄金也是会有利空的 我们看到黄金这边资金流跟国债这边资金流 那我们再看继续的下一步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态 那我们另外再看看市场内部指标MY&Low 也是来到波伦局面下沿 然后这边反弹了 下面这个买盘指数 买盘指数也是接近到 就跟我们刚刚看这个资金流的这个MF 其实有点相像啊买盘指数 也是来到一个较低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是否会有反弹 然后整理市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变动啊 上周那说不定会把整理市场再往上拉一拉 再往上拉一拉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内部市场 其实已经是有恶化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是来到了一个极端恶化 即将要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所以短期说不定我们还有一冲 因为我们在那看NAMO 这个叫MANO 这个是纳斯达克的市场内部 这个Clean Oscillator 那也是打到波伦局面下沿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我们看到QQQ在周五的时候也是收率 周五的时候也是收率 因为周三周四连续两天在波伦局面以外 那这边我们是短期继续看反弹的 短期继续看反弹 那我们另外再看一看 这一个极大板块 那我们看到Financial非常漂亮 金融板块也是配合的美元的反弹 Financial继续走高 然后突破了 周五的时候是突破来到新高的地方 科技股也是 还有这个消费类的工业 还有能源 资金流看的都还不错 基础原料 以及utility 还有consumer stable 稍微较弱一点 但是utility跟consumer stable 基本上是一起同行的 healthcare 资金流偏弱 那这边这一个交通指数呢 我们看到连续跌了好几周 根据这个道雄斯理论来说 如果交通指数是跌的话 说明经济预期不好 那道指可能会也有一个影响 那我们看到道指确实不断的在创新高的 那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背离 最后看谁拉着谁走 那我们看到明显 这一个道雄斯工业这个交通指数 并没有拉着这一个市场走 反而是道指把这一个交通指数 在支撑位置又拉起来了 我们看到这边做了一个小平台 刚好也是200天均线的位置 反弹起来了 那如果说交通指数还能往上反弹一点的话 那相信也是能够对整体市场 是有这样的一个利好的短期 那我们看到深化指数 深化制要指数 这边资金流到零先以下了 现在开始转过向上 Semiconductor 半导体也是非常强的资金流 在50天均线左右徘徊 在50天均线左右徘徊 那我们看看一些次分的板块 这边感觉很多资金流都已经回来了 市场有这个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迹象 短期来说房地产 还有这个VNQ 这个Vanguard Reits ETF 还有这个零售 终于看到没有资金流 非常漂亮的转绿 先是绿色然后回来红色 然后再深层的更大面积的这样一个绿色 然后还有这个Home Builder 也是有小三头 小三头的这样一个绿色 那让我有点担心的是 这一个中小盘的银行 KRE 中小盘的区域性银行 按道理来说KRE应该是领涨于XLF 但是我们看到并没有 而且背后资金流也是偏弱的 也是偏弱的 那说明可能这次银行的上涨 也不一定能够维持太久 那是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XOP也是来到了原来的三重顶位置 让我们看到资金流确实非常的漂亮向上 期待的原油类的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 继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原油Service 这个ORH也是这边有非常漂亮的资金流 金属类的还有钢铁类的 还有就是这一个VXX VIX 资金流继续的向下恶化 资金流继续向下恶化 那我们看到这边市场 整体来说各大板块还是有领导者的 所以说在有领导者的情况下 虽然说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况 有些背离的情况 但是有领导者的情况下 市场还是非常难以下跌的 还是非常难以下跌的 短期而言 短期而言 那我们看这个各大权重股 Facebook报了财报之后 高位资金流非常的漂亮 Amazon稍微差一些 Netflix依然非常的强 谷歌在报完财报之后 这个Amazon是难凶难地 两个难凶难地 苹果报完之后 资金流依然非常强 Tesla也是报完之后 财报报完之后 站在50天均线以上 那我期待还会再往上逼空一下 可能会到370到380左右 可能才会遇到更强的这样的一个阻力 那Priceline下周也是会发布财报 我们看到非常强的一个资金流 这2000以上盘整 阿里巴巴也是在下周也会将发布财报 然后这边也是高位做期限盘整 站在20天均线以上 背后资金流非常的健康 百度也是突破了非常长年的一个三角形之后 终于走到200以上了 背后资金流非常的强势 网易也是下周会查布财报 相对来说较弱一些 我们的背后资金流 没有太难看的一个资金流情况 但是也没有太漂亮的这样的一个 小的这个绿山在背后 所以说网易稍微谨慎一点 所以说这个公司增长非常的高 然后也是偏低估 图形上看来三角形 等待选择方向 那我个人更偏向于说是向上 个人偏向于是向上 但是如果说没有特别好的把握的话 我觉得还是更倾向于说观望比较好 因为市场上还是充满了其他的机会 市场还是充满了其他的机会 那我们看看Navida 背后资金流非常的漂亮 在高位依然是盘整 有点像这个Priceline 有点像Priceline 那我们看看Navida跟Priceline财报之后 是否会有Explosive upside Gap up这样的一个行情 Microsoft也是在报完财报之后 高位盘整 七星这样的一个盘整 但是呢 资金流其实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恶化情况 那我们看到各大权重股有好有坏 那大部分普遍来说还是偏向于好的这一边的 偏向好的这一边 所以我们下一周觉得说这个市场的情况 可能更偏向于说是 这个盘整偏上的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市场数据来判断 那刚刚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这样的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领导者的情况下 这个板块权重股应该能够继续的维持这个市场 这个在高位盘整或者是慢慢的向上爬 那依然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指数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在这一个持股 在持股持仓 然后hold long position cash and hedge sell long to risk 如果说往上找的话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多仓出掉换成现金 换成现金 如果说有很好的回调机会 那我们再根据回调机会去判断 是否是有强势的股票 跟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我们可以去介入去buy dip 那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偏中立看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信心表 可能比较偏为保守一些 那也没有说到说完全我们要这个开始这个全面做空 或者是把所有多伤出掉 并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一到两周 可能这样的一个信心表会再一次出现变化 那我们也是近期期待 那我们看本周的财报 再次来到一个高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财报 周期 比较重要的财报 比较重要的财报 那这边有大批量的中概股 新浪、微博、网易、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我记得是在11号发布财报 我看到这边,这边好像没有 那可能那我那个数据是错的 那我们以这一个Earning Whisper的数据为主 阿里巴巴可能会在下一周才发布财报 并不是在接下来这一周 那接下来这周有微博、新浪 还有YY跟网易 那当然也有我们比较这个大家经常关注的这个Snapchat 还有这个英伟达 那时间关系的话 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Navida的这样的一个财报 我们这边的一个分析 那其他的这一个财报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时间 你根据手中的仓位 做好这样的一个保护 做好这样的一个保护 或者说要知道自己的财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而不要说这个手中拿着过财报 什么都不知道 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大的风险了 该做保护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保护 那我们看看本周 可能这几个公司可能关注比较大 那也是在网上找到这一张图片 这里面有关于这个财报 每股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预计 以及营收的这样的一个预计 年化的回报 还有这个52周新高跟52周新低 我们看到很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新浪 还有Navida 这个都是接近在52周新高的位置 很多其他的 像这个Zillow也是在52周新高 那像很多其他的像这个Macy Northstone Snapchat JCPenney 那这些零售 还有说这个Snapchat 这个科技主角兽 很多都是在52周新低的位置 那我们看这个财报是否会让这个新低跟新高的股票扭转 新低跟新高的股票扭转 那我觉得Snapchat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说不定这个财报之后利空出尽 或者说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借助这个财报可能会是利好的消息 可能会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哪怕说如果说财报是不好 那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利空出尽的这样的情况 那结合Macy跟Northstone 那这些都是长年或者是多月 数月这样的不断下跌的趋势 那可能这个会在财报之后利空出尽 会触底触底出现大幅的反弹 那这也是短期来说 也是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些交易机会 大家关注一些交易会 那我们看看Navida 那Navida的这一个EPS 这几年一直台阶式的向上 那从不到一块钱的美股盈利 一直到现在的三块钱 以及预计可能在18年19年 4块钱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盈利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盈利的确是台阶式的上涨 但是上涨这个幅度的确是有在下降 上涨幅度的确是有下降 那我们看到股市这个股价 确实没有停止上涨 那这边也是要小心 这个高成长的股票 不可能一辈子都是维持这个高成长 总会这个成长开始放缓的时候 可能会对股价有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 那这也是大家需要小心的 另外我们看看从营收方面来说 英伟达这边的营收 在16年开始加速向上 到1819年 其实这边已经开始比较平稳的这样的情况了 比较偏向于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我们也是要小心 这个增速开始放缓 或者是走向平稳的话 那个高成长的股票 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股票 那它可能这样的一个高批值高估值 那可能对这个股价 可能会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看看从这个期权的角度 从这个银行波动率的角度 我们看英伟达的财报 每次都不是boring的 都是非常具有这个戏剧性的 每次基本上都是10% 或者是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幅度 那这一次option price in了大概8.6%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幅度 那可能随着财报日期的这样的一个临近 这个没记错应该是周四吧 随着这个财报日期的这样一个临近 那可能这个implied move 会不断的提高 那可能是不止8%或者9%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潜在波动率 那可能会往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去走 周四盘后 那这边也有看涨的期权 在8月7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边有人买入了2400张 看涨177的call 以及同时也买了2166张的这一个160的pun 那感觉这边可能是一个struggle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看涨同时也看跌 那期待着说这个股票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upside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跌幅 那无论怎么样 只要有大波动 其中一边赚钱就能维持另外一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那这个也是我们可能要考虑的 期权挑战班可能也会考虑的做这样的一个 Either premium selling 或者说是做一个straddle 这个独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期权组合策略 那这个具体的话 我们在周一的这个期权挑战班复盘的视频当中 到时候再讲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获取更多的信息 那我们看看本周的事件来说 较上周来说的确这周的经济事件没有说上周这么多 但是还是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财报 那我们看到零售板块有很多财报了 又有一些科技股间发布财报了 还有说之前那些IPO也会发布财报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US的这个inflation data 这个通货膨胀指数 那我们看看CPI一直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 这个中央银行央行 美联储是希望说这个inflation是达到2或者是以上的 我们看到远远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远远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如果说没有inflation的话 像这个油价很难起来 或者说这个经济很难热起来 对股市也是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些政治的噪音也会对市场有短期的这样的影响 那也是我们需要关注这些事件 另外美联储也会有这个地区的这一个主席将会出来讲话 耶伦倒没有说在下周会讲话 那我们看到他会放出一些小喽喽 他的这些地区主席出来讲话 那我们也是继续关注这个Fat Rate Monitor 2 看这个9月份加息的概率基本上是非常渺茫 11月份加息的概率也是非常渺茫 那我们看12月份是否会加息 那加息对美元对国债对黄金对银行都有影响 都有影响这个关系我们刚刚也是说了 那我觉得现在美联储更偏向于说是怎么样 更偏向于说是先是缩表 从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进程开始缩表 那这个进程呢通常来说是对市场颇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缩表的规模是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规模开始 那这里预计会从9月份开始缩表 然后如果开始缩表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加息的概率 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就可能非常低了 那现在12月份加息概率在50%左右 那如果说不能上到60% 不能上到80%的话 那我觉得今年加息第三次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 另外我们再看看原油欧派这边 还有这个IEA也会在本周发布 本周四早上7点钟发布这个7月份的原油库存数据 那也是看一看这个欧派减产怎么样了 以及这个IEA原油库存方面的一些数据是怎么样 那这个会对原油的基本面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会影响原油的这样的一个价钱 影响原油的这个价钱 那我们看到原油也是非常坚挺的 从这个44-45一直反弹到了49-50 那现在维持在49左右 50块钱以下 那看看这一个基本面上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变换 是否会对原油有这样的冲击 无论是上还是下 也都会影响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在高位盘整的一样的一个比较沉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比较沉闷的这样的市场 好那本周的事件就这么多 那周报内容也是到此结束了 也是谢谢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周报 另外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是我们8月的黑马群年学员优惠活动 那我们贯穿8月的每一周周四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黑马群的 黑马股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8月3号已经过去了 庄家恶意操犯手法 以及8月10号先人指路黑马形态 还有8月17号跳空趋势主升形态 以及最后一周的这个破位新低反转形态 那关于黑马股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这全都是公开课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一起加入进来 我们一起交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里来 以及上官网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好吗 好那最后也是祝大家 接下来这一周交易愉快 stay profitable and stay grea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